好 但是呢 我們剛剛講的很學嘛 因為這些實驗都是在你看不見的層級在操作 大腸感覺你也看不見啊 胰島素你也看不見啊 DMH你也看不見 心都看不見 對不對 那你怎麼知道這世界有沒有人在騙你 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你的實驗比較成功 你怎麼知道來 我現在不是有一個肢體嗎 我不是把它減開 然後我不是有一段胰島素基因嗎 我是不是也把它減開 然後我是不是放著胸臉頰起來 你猜有沒有可能肢體這樣被你減開 然後他就黏起來好 自己就黏起來 大洞洞 他有可能啊 你叫我姊妹卡一個東西卡好 有那麼乖嗎 莫名其妙 對不對 所以他自己會亂來嘛 你自己不知道他會什麼狀況 你如果這個基因很長 他自己會把你QCAD 這樣自己投回接 那有可能啊 他有可能會亂接嘛 是不是 所以就算不是這樣 偶爾我也要分析 我要知道我DNA到底切了對不對 或者我親子鑑定 我要看一下這些DNA 是不是有親人關係 大家能明白我們的意思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怎麼做 這個就叫做凝膠電勇 就電勇啦 我們以前是叫電氣溶洞 然後簡稱為電勇 那前面凝膠就是跟你說有一塊果凍 Arga 或者我們比較高級 Arga 肉質 那你們有自己做果凍嗎 把一些寒天 果凍粉 或者是你自己買的什麼菜燕對不對 大家就像塑膠 透明塑膠袋一樣 把它剪斷 然後加熱嘛 最簡單就是加糖 最簡單就是丟蒜美 複雜的可以加很多奇怪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的話不要理它溫度下降 就會凝結 樣同 煮這個也差不多 但是在凝結以前你要放一排牙齒進去 一排牙齒還會吸 也就是塑膠片上面一盤一支一支 一個一個劇情 然後這樣放進去 換一支撞 然後就加 然後加了之後你也會把它拔起來 不就有一個一個洞嗎 就有一個一個Wale Wale Wale 有 改變DNA 有啦 一個一個勁 然後接下來你就把DNA 然後把它Load 把它Load進去 Load進去 那DNA通常H症會跑掉 所以會帶輔電 然後接下來你就要通電 然後通電它就會往正端跑 你要是接錯的話它也會跑 只是你一砰它就往後跑 然後就沒有跑到你要的方向 所以它就開始跑 然後呢 洋菜膠看起來是一個很穩附的東西 可是你要知道 它就有五看不見的分子層級 它是個多孔的材料 海軍界我們以前不是 什麼牙鞘切下來放在什麼樣 它會慢慢生下去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的 那比較小的DNA 它因為比較小 比較好鑽動 所以那些比較阻礙不了它 它就跑得比較快 就會在比較下面 然後分子比較大的 它就一直會被卡住 它就比較沒辦法方便的移動 所以它就會在比較下面 這樣了解 然後就可以把它噴出來